这题目是这样的,以知5乘LOT2A加LOTB等于2乘LOT3B加4LOTA A大过1和B都大过1,找回A比B是多少 我们做法是这样的 我们首先将和A有关的放在左边,和B有关的放在右边 5LOT2A-4LOTA等于2LOT3B-LOTB 接着我们将5的proefficient搬入里面,变成次方 变成LOT2A-5次方 记得雙重 因为这个5是整个2A的,所以要LOT2A-5次方 接着减LOTA-4次方 后面也是,这里的2又扯到次方 变成LOT3B整个bracket的2次方-LOTB 这里给了那个公式的reference 就是N乘LOTX 就可以将N搬入里面,给了次方 变成LOT32A5次-LOTA4次 等于LOT9B2-LOTB 接着我们就用LOTM-LOTN LOTN-LOTM-LOTN 就出到LOT32A5次-LOT 4次 LOT9B2-LOT2-LOT9B 这份数选选之后就变成LOT32A 右边就是LOT9B 既然LOT32A等于LOT9B 32a等于9b 然后我们就把32和9分别 除去equation的对面 变成a over 9等于b over 32 所以a比b就是9比32